佔領中環行動發起剃頭行動 不滿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本港政改落閘 認為香港已經沒有機會有爭普選 剃頭代表退無可退 參與剃頭的除了佔中三子外 也包括有中學生等40個人 期間有人不滿佔中行動到場抗議 有佔中的支持者受傷送軟 兩週期報導 剃頭行動由佔領中環行動的三名發起人 戴耀廷、陳建文和朱耀明打頭陣 用了大約三分鐘 將三千煩惱師一掃而兇 象徵人大常委會定出政改框架之後 已經沒有機會有爭普選 剃無可剃、退無可退 我們是憤怒的 我們都悲哀的 但我們今天這個活動更加重要的精神 是告訴全香港市民 我們是不會認命的 我們是不會放棄的 是 參與剃頭的還有民主黨前主席楊森 立法會議員胡志偉 插畫家尊子 也有類像公民黨的陳淑莊 還有中學生 來這裡剃頭 是和全香港人發出我們最後的一個警號 今天我沒有頭髮 去到明天我們就沒有尊嚴 去到後天我們就沒有自由 去到最後我們就沒有法無天 所以我們一定要力生普選 不屈不撓 他們剃頭期間 有不滿佔中行動的人 入場叫口號 被狗賊帶走 混亂期間有佔中支持者頭部受傷 需要用擔架床送丸 示威人士就被警方帶走 NOW TV記者 兩出奇報道